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90后吧 我95后 对啊 所以正好就是我们表演的最好的舞台 这次是跟黄波老师还有跟陈伟霆一起合作的嘛 三个人之间是不是通过这次合作关系变得非常的亲密或者变成了好朋友 因为都是前辈嘛都是我的前辈所以都是都是好的歌手 所以就是还蛮荣幸的 但是说到跳舞其实你们三个都还蛮擅长的 所以是不是学起来压力也不算大就学的还挺快的 压力有压力有压力对因为主要是在舞台上表现方面 因为真的是练习时间太少了 然后工作时间真的是很有限 对就是每一次都在拍这个拍那个所以 然后就会 没事不用看的 然后就是会其实就觉得是还是刚刚一开始说 书生生巧觉得练习的不够 所以才会让今天舞台不那么好 我会继续努力的 感动 那其实说到跳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风格嘛 然后刚刚韦霆说这个黄波老师的风格呢 就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风格 然后那你觉得你们三个人之间每个人都有什么样的风格呢 都是前辈 我这个就点评就不大好 对不敢造次 就是说一下自己吧 自己就是还是比较新的流行舞蹈嘛 嗯 就就比较符合现在这个潮流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黄波老师特别好好玩 然后你们的心里也很可爱 所以三个人在一起有没有碰撞出什么特别可爱的故事啊 或者特别难忘的事情 其实我们一起上春晚这个事情 这已经足够难忘了 我除了实在是想不起来 还有什么别的比这更难忘 好 那爸爸妈妈有没有在电视机前守候着你 这个一会儿我要问一下 我发信息问一下 就还不知道呢是吧 对对对 但是他肯定是不管守不守 守没守候我 但是他肯定守候了春晚这个节目 有道理 那黄波老师这个山东话说的非常的溜 然后韦霆呢 香港话说的非常的溜 你跟他俩在一起有没有一种错乱的感觉 或者他俩有没有语言影响到你 没有他们都说 标准普通话嘛 就工作状态都非常的严肃认真 对 对我们大概都是用普通话交流嘛 就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们知道你这次跟黄波老师一起演了这个 跳了这个舞 然后之后呢 还要跟黄波老师一起演他的那个电影 那你觉得在跳舞当中跟他合作 以及电影当中跟他合作有什么差别吗 就是不一样的学习 不一样的借鉴 都是互相学习 但是在舞蹈方面啊 就互相学习 以后在电影方面就是我学博哥 我完全学博哥 嗯 那他在跳舞的状态和在拍电影的时候状态也很不一样吗 哇就是呃 在电影拍电影的时候 黄波导演就是高大上 哦 高大上哇 就是真的高大上 嗯 嗯 然后在跳舞的时候就接地气了很多 就是 就像真的像一个可爱的哥哥 哦 所以这不同人在不同的领域状态确实是不一样的哈 那这个马上就年三十了 年三十下了节目以后 会回家跟家里人一起吃年夜饭什么的吗 呃 会跟大家 应该会跟我的现在工作室的所有员工啊 然后我的妈妈一起一起吃个饭吧 但是也不一定因为员工的工作人员 他们也有自己的家要回啊什么的 就不知道 我想是这么想 但是不知道最后会不会给他们带来一些什么的影响 你懂什么 我懂懂懂懂 怕怕 就是你盛情邀请别人 但是别人可能不忍心拒绝你 对 最后还 对特别是你就是别人觉得 你是这个团队老大嘛 所以你会觉得你说了别人 哎呀我是在回家的 但是没事你说了我就去吧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啊 其实我的工作人员啊 听到的都都往下面传一下就是 如果实在是想要回家的 可以说的没关系 对啊那新的一年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期待或者愿望呢 嗯 新的一年其实希望自己可以就是多学习 嗯 然后多去探索一些自己未知的一些领域 然后跟自己的工作人员一起成长 嗯 快快成长 快快成长 其实已经很快了 好那这个 呃 马上春节就过去了 嗯 不是三十就过去了 我们有没有什么祝福要对我们优酷的网友说的 呃 祝所有优酷的网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全家安康 呃 呃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每一个有理想的 人都努力拼搏自己理想同时照顾自己身体 嗯 好的谢谢一星 谢谢 谢谢 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 欢迎关注优酷土豆娱乐微信公众号 微博搜索优酷娱乐全娱乐早八点 带他更多八卦猛料 还有超多明星周边和千名福利的资源 据说长得好看的人都在关注呀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 请不吝点赞